黄子华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即将在贺岁档期上映 这天子华率领一众演员包括刘新悠 许绍雄及农夫等出席首映礼 期间子华大赞新悠非常专业 为了演好拳手一脚而进行半年地狱式训练 令新悠忍不住当场撒泪 场面感人 因为新悠他真的是训练得非常的辛苦 就不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们在旁边的也很担心他 他无论是体力上 身形上都有很大的转变 他从一下火那个叫什么整整啊 都不能做到最后我们主席就每天几百下这样做 都不是问题中间很辛苦很辛苦 而早前子华在社交网站自爆要卖房子拍戏 令大家很担心他的财政状况 自华这天也有回应这件事 很多人听见我的澄清都非常关心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很谢谢各位 但是我也想补充一句 虽然我卖了一层楼 我还是有房子住的现在 我不愁生火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真的非常感谢 你自己都有收钱吗 班傅有很多都没有收钱 对啊 我的团队里头很多人都减价了 然后我的好几个建制都没有收过半分钱 我们一块做了一整年都跟我一样封掉 我可以封为我自己的梦想 但是他们没有收钱为了我的梦想 所以我希望这个是可以收钱 然后给他们的薪酬 但是票房有没有压力啊自己 我没有压力 但是我希望可以赚钱 可以分钱给大家 被子华大赞的心忧一度感触落泪 他说经历了半年的地狱式特训 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他也很佩服自己的毅力啊 我一直在心里想着只有 我怎么样才可以骗到观众的眼睛 我上一个拳手了 所以真的是付出不同的代价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学过拳击 所以这四个月对我来说 就是每一天都要不停的上课 然后练体能啊晒太阳啊 然后呢我会去 像一般拳手要比赛之前会去水啊 会减水他们都不喝水要过放 然后我也是有采用不喝水的方法去 练到自己的身形看起来线条感比较出来 拜拜